武神主宰 第5699章 忠肝义胆 作者 按摩师 Soul 就在这时 一道流光不知从什么地方默地冲了过来 一瞬间进了到了这片深渊气息的攻击之中 秦晨 我来帮你 正是魔力 秦晨小子 我来帮你 当秦晨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之后 就发现 魔力已然一瞬间来到了这一片漆黑的深渊刀锋之中 而且是直接拦在了秦晨的身前 直面那无尽可怕的深渊刀锋 像是一个忠肝义胆的护卫 在守护自己的主子一样 这小子 看到魔力的举动 在场所有人都猛了 那秦晨能抵挡住五月明帝的攻击 是因为他身上拥有无数顶级的质宝 可这家伙 凭什么也敢闯入到五月明帝的攻击之中 在场这么多强者中 没有任何一个大帝敢说 自己能在五月明帝如此狂暴的攻击之下活下来 就算是十殿炎帝和幽明大帝 面对如此恐怖的深渊刀锋 一不小心也极有可能重伤 更不用说是魔力这样的家伙了 蝼蚁 你找死 五月明帝见到有人 竟敢阻拦自己震杀秦晨 当即更加震怒 他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要将那小子震杀了 关键时刻 居然闯进来一个愣头青 那愣头青 回头死在深渊刀锋之下没事 可如果影响了他震杀秦晨 那这家伙 简直万死莫辞 所以 五月明帝第一个念头 就是 先将魔力绞杀 一个连中期大帝都不到的家伙 还不是自己想 怎么杀就怎么杀 伴随着他的这道怒喝 无数的深渊刀锋刀锋刹那间 如同无尽的汪洋一般 疯狂地朝着魔力倾泻而下 那滚滚的刀锋遮蔽天地 如同风暴一般 从魔力身上刮过 要将它瞬间绞杀成碎片 轰隆一声 众目睽睽之下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响起 那无尽的深渊刀锋 一瞬间就将魔力 给彻底地包裹在了其中 死 五月明帝 根本看都没看魔力的下场 在催动无数深渊刀锋 席卷过魔力之后 紧接着 直接就要催动这些刀锋 转而卷向秦晨 然而下一刻 他不由一正 因为他催动的那些深渊刀锋 在轰击中魔力之后 不知为何 一瞬间 竟然无法控制了 怎么回事 他下意识地一愣 难道是自己 催动这些深渊刀锋太猛了 导致这些深渊刀锋 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他心中的疑惑 还没来得落下 突然后方传来了 无数明界大帝的惊呼之声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五月明帝连抬头看去 然后就骇然看到 在自己攻击出的深渊 刀锋中间 不知何时 竟是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漩涡 那漩涡不断流转 竟是将他攻击出的深渊刀锋 不断地吞噬了进去 他身上深渊气息 所化的无数深渊刀锋 此刻就如同龟巢的燕子 速流而下的鱼儿一般 不断地消失在那漩涡之中 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等五月明帝 看清楚那漩涡的来历之后 瞳孔不由地骤然一缩 那哪是什么漆黑漩涡 根本就是之前 那突然闯入到 这片天地间的小子 哄 众目睽睽之下 魔力浑身 涌动无尽的魔器 这些魔器不断旋转 化作一片漩涡 将无数的深渊气息吞噬了进去 什么 这小子竟然没被那深渊刀锋斩杀 而且还在吞噬深渊气息 深渊之力 能污染一切 这家伙怕是吞噬一两道 就应该魂飞魄散了 现在吞噬了这么多 怎么还活着 众人目瞪口呆 喃喃自语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们看来 深渊气息如此可怕 只要沾染上一丝 便极有可能被污染 魔力只要吞噬个几道 怕是就直接当场灰飞烟灭了 可让众人骇然的是 魔力在吞噬了无数深渊气息之后 非但没有陨落 反而是越来越精神 更让人心惊的是 在吞噬这些深渊气息的同时 众人竟是感受到 魔力身上的气息 居然还在缓缓提升 这家伙竟然在用深渊气息 在壮大自己 这怎么可能 哈哈 爽 太爽了 而在众人震惊的同时 魔力却是仰天发出了 无比兴奋的激动之声 当那深渊刀锋 进入他体内之后 迅速地被他体内的深渊皇族 血脉给直接湮灭 然后化为了精纯的深渊之力 融入到了他的身体 壮大着他的本源 此刻的他 就好似一个饿了很久的乞丐 酒汗缝干露 饥渴地吞噬着四周的一切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在魔力身上疯狂地激荡 看来魔力这家伙的深渊血脉 果然不凡 皇族血脉吗 秦晨盯着身前的魔力 目光闪烁 此时此刻 魔力身上的气息 竟让他都隐隐有一种忌惮 极其地可怕 不 我不信 我根本不信 这可是深渊之力 你一个阳间之人 如何能承受深渊的力量 五月明帝面色惊恐 突然间歇斯底里地嘶吼起来 这可是 他勾结了深渊一族 才得来的深渊气息啊 是他立足冥界 今后成为冥界最强者的无上底牌 他的内心根本无法接受 有人能够不怕深渊气息的污染 之前秦晨能抵挡深渊气息 已经让他极其惊怒了 现在眼前这家伙 不但能抵挡深渊气息 甚至 还能吞噬深渊气息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如果深渊气息如此不堪一击 那么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这么多年的背叛 又是什么 他岂不是这天底下 最可笑的小丑了吗 你想吞 好 我吞死你 五月明帝歇斯底里道 本作就要看看 你这家伙 究竟能吞噬多少深渊气息 深渊 古佛 五月明帝手中 陡然出现一块古朴的深渊浮露 这道深渊浮露一出现 一股令所有人心计的气息 便陡然暴射而出 从那深渊浮露之中 一瞬间爆发出来 比五月明帝之前催动 还要恐怖上数倍的深渊气息 这些深渊气息 如同一条奔腾浩瀚的汪洋 疯狂倾泻而出 瞬间涌入到了魔力的身体中 哄 如此可怕的深渊冲击 让魔力身体一瞬间膨胀起来 仿佛一个大肚王一瞬间吃了无数的食物 身体无法承受 直接冲气起来 哈哈 小子 我看你还能吞吸多少 我仗死你 五月明帝猙獰地嘶吼着 封了一般催动面前的深渊浮露 啊 魔力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他毕竟只是初期大地 虽然能炼化深渊气息 但五月明帝作为巅峰大地 一瞬间 催动的本源何等惊人 以他的修为 如何能撑住 妈的 疼死我了 秦晨小子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 我体内力量还要失衡了 快给我阳间大盗 快给我明界大盗 我要吃 吃吃吃 魔力突然转头对着秦晨嘶吼起来 此刻他的一双眼瞳 变成了血红之色 无比的害人 哄 与此同时 在吞噬了大量的深渊气息之后 他皮肤之上 出现出了无数的黑色花纹 这些花纹不断地游走 极其的恐怖 阿尔伴随着这些花纹的出现 他的皮肤之上 瞬间出现了道道裂纹 可怕的深渊气息激荡 将他的肌肤 瞬间撕裂开来 鲜血疯狂喷溅而出 极其的凄惨 这家伙 看到魔力身上的凄惨模样 情尘微微皱眉 倒是没有因为魔力 对自己的称呼而有不满 此刻他也知道 魔力身上遇到的危险 当即一招手 轰隆 从他背后的天地间 两道滚滚的死灵长河本源 伴随着阳间本源 涌动而出 这两道本源 一瞬间就被秦晨 打入到了魔力的身体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顿时露出无法理解之色 这家伙在做什么 那小子明显已经承受不住 深渊气息的不断冲击了 再给他体内 灌入如此多的 冥界本源和阳间大道 这不是 加快他称暴的过程吗 但让众人难以置信的是 当这两道力量冲入魔力体内之后 魔力浑身一颤 就如同某种事情 进行到了最后关头 陡然的一哆嗦一般 下一刻 哦 好爽 魔力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 眼珠子瞪大 嘴巴张开 整个人神魂像是要飞天一般 在他的身体中 冥界 阳间 深渊 三股力量不断融合 一瞬间 将他的修为 推送至了一个灵界点 然后 轰隆 一到今天的轰鸣声下 魔力身上陡然爆发出来 一股笔之先前恐怖上 不知多少的可怕气息来 滚滚的大地气息激荡 如同海啸一般 以魔力周身为中心 瞬间席卷开来 这家伙 突破了 什么 这时候突破了 这 这 感知到魔力身上的气息 所有冥界大地都惊呆了 在这关键时刻 魔力竟然从原本的初期 巅峰大地 一瞬间 跨入到了中期大地境界 甚至他身上的气息还在攀升 一直攀升至中期巅峰大地之后 才终于停了下来 此时 魔力身上的气息 比之一开始的时候 强了何止十倍 那无数的深渊刀锋 劈斩而来 根本无法给他带来丝毫伤害 反而是 被他如长巾 吸水一般 瞬间吸入腹中 哈哈 中期巅峰大地 秦晨小子 本地还是敢在你前面突破了 爽 太爽了 魔力仰天长笑 姿态肆意张扬 如同神魔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